Hello 各位好 又来到9月最后一天 9月30号的 压续的9月的 桑普伦正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桑普频道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youtube patreon 看小些广告 以及利用super fans的function 继续支持赞助本人 多谢各位 我们今天继续讲关于 美国大选的议题 希望大家都继续 支持我讲这些问题 看到大家的点击 留言相当踊跃 希望大家喜欢的东西 而且我比较有研究的东西 可以跟大家多多分享 讲之前讲一件事 今天真的挺累的 所以我希望这一节 做得比较短一点 早上就去台大法律系 我母校 我读书的地方 演讲 有些什么细节 有些什么滋味 我稍后讲 因为台湾未来 可能会有一些台风假 明天是10月1号 当然我都会外面有活动 没有停班停货 但可能是星期三 星期四台风假 可能有些多些时间 我对着这个镜头 跟大家做多些节目 到时候跟大家讲一些故事 今天都做两个外面的媒体节目 所以都相当忙碌 因为每次做节目 之前我都要准备的时间 等于有人要煮菜 都要备料 大家知道Tanya 陈淑庄 前立法院会议员 也都是来到台湾 安居落叶 我所认识的她 我是两个大字 佩服 为什么这么佩服呢 是因为 她的认真和执着 令我相当敬佩 大家知道媒体也有说 她不公开报导的时候 我不会专专说别人的事 但她既然有公开报导了 我都说 红棉这间餐厅 就在台北市的重山区的 具体地址 当然不到我去讲的了 很多人问 地址在哪儿 第一 未正式营业 第二 十月都是市营运阶段 预计最早 都要十一月才正式营业 她都是市不同的菜式 要有trial and error的机会 要给她一个这样的尝试 十一月之后 大家才 她自然会公布地址 做生意 大家到时候订位都行 不需要抢头淡汤 去尝先 不需要做这件事 因为你 硬要抢 她又要招呼你的话 你增压她的劳累 比如明天 颜线 台风已经来着台湾 她刚刚台北 就像台南高雄 停班停货 照开她就很开心 就在外面可以继续买料 去备料 我希望大家就是说 你每次都加重她的负担 就是你硬要这个时间 我举行 我有要来 我有要来 我知道大家的心情是什么 不如等十一月 她正式营运之后 公布地址 大家先去 我自己都觉得 我在市营运期间 我不想帮衬 因为我会觉得加重她的负担 我希望大家都是之后 spread out 给她多些的机会 跟大家见面 我知道她的名气 绝对可以开一间酒吧 借个名给人家 或者做一间水烟吧 酒吧 或者做一个卡拉OK 或者做个disco 做个名叫陈叔张滩亚 大多人去的 她甚至不需要主动去 交做bartender的位置 甚至坐在后面做老板娘也行 但她没有这么做 我最佩服她是什么呢 我自己自问 我从香港来到台湾 我自己都做老板行而已 写文章评论 做律师工作 甚至在学校教书 这些基本上都是我的comfort zone 就是我以前做过 有成就 也可以赚到钱 也可以继续做的东西 我觉得对工对师都是好事 譬如我做这个节目 都是我老板行 以前由2016年 D100做起 后来2020年的 2021年的 由这个是YouTube Patreon开始 都是我老板行 所以我不会觉得 这个偏离很大 但它不同 陈淑庄很有意思的地方 大律师 立法会议员 东宫西宫 就是做戏 接着去到 今时今日 完全跟这个无关的 做菜 做菜 下厨 做厨师 做经营一间餐厅的老板娘 这个地方是完全没试过的尝试 而这个完全没做过的尝试 他完全有 基本上不是落厨的人 都学会做厨师 就要做到精益求精 小弟试过他 做过的食物 很漂亮的 漂亮的 很厉害的 一个小的汉堡包 就是那些 mini的形状的老板娘 很有滋味 他做出来的很多的甜品 是相当出色 蒸鱼一流 OK 这些大家知道 他是拿手好菜 OK 也不要给太大压力给他 因为他真的是 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 我相信做厨师 没有煮菜切过 切到手指下 都没可能 他都试过 每日 未到天亮的时候 出去买东西 如果不断 天天都要这样 找一大把人光顾他 这个时间 尤其他这个时间 就是不断事悟的时间 我想大家 给他一点空间 尤其在11月 他正式开店的时候 你就可以帮顺 他多忙 都要招呼 做生意就是这样 要他顶 但你不能事营运阶段 烦他 这个就是我的point 希望大家 给他一点面 还有 我给他一点神秘感 他的地址在哪里 也不希望 他不公布 然后我一直唱 他的地址在哪里 也没有必要 OK 那地方是方便的 OK 也都是 绝对不是一个 什么扭扭教教的区 绝对不是 事事正正 企企理理的区域 所以我会觉得好 希望大家有机会 由香港的 或者其他地方 来到台湾的 未来定位 不要walk in 定位去帮顺 红棉 红棉 希望red cotton 能够生意兴隆 奔合 客似云来 别太云来 他真是黄死 他桌子 他桌子 也不可能要求他做好这件事 希望大家能够跟他见面 聊聊天 我想他都希望借着这间店铺 和更多人接触 我也希望他身体健康 不要太粗劳 我是担心健康的 尤其他做过脑部的手术 不容易去 就是应付 希望给多些的空间给他 好不好 那这件事的话 我不讲太多 要讲的应该由他来讲 OK 那么我自己最觉得就是 他走出这个comfort zone 跟着呢 有好奇心 冒险泛难精神 整个李大友这样 阿祥大幸 整个香港人的精神 出现出来 这种骨气 这种不输得 一定会坚持 场内场外 多少人在坚持着 他觉得主送 就是他的置业 他的坚持 这种骨气 就是我觉得 很难得 你都觉得很珍惜 很希望他能够成功的一点 OK 好了 讲了很多东西了 我们入正题了 OK 美国大选 那美国大选呢 最近有什么新的动态呢 昨天我都讲到 在这个 前天 有讲到关于 这个在 Immigration 就是非法移民方面 两个人的政策 跟得同 那当然 现在最期待的什么呢 就是10月1号 就是美东时间 我想是我们的10月2号 就是台北时间 10月2号 早上我才看到J.D. Vance 和Tim Walls的辩论 我都希望实时收看 这场辩论是重要的 为什么重要呢 因为从1960年开始 两党候选人 总统候选人的民意调查差距 肯定有一段时间 起码不会是长期在5% 政府的范围之内 一定会抹开的 无论这个民意调查 究竟是 统计得准与不准都好 那个抹开的情况一定会有 不会像今价这么紧的 就算你说2020年 2016的情况 都不是这样的情况 那么今价这么紧的话 就是说可能有少许的风吹阻动 会形成蝴蝶效应 就是说今时今日 副手 人家通常不着重 着重是Trump和Harris 那你副手是J.D. Vance 和Tim Walls 一般来说不会很理會 如果有风吹阻动的话 就会影响大局 因为总统的民望相差太近 尤其是民意调查 无论真与假都好 民意调查方面相差极近 所以副总统的辩论是有看头的 第二个就是说 无论J.D. Vance 和Tim Walls 都有一些可能被人攻击 J.D. Vance 就会觉得 你说流浪者之歌 你说奥哈欧以前出身 几个卑微 humble background 说你的爸爸妈妈 就是说那些香巴佬 究竟在美国的地方 如何被一个全球化所迫害 但之后你去到 Silicon Valley 又和一帮大亨在一起 那这些故事就会成为了 Tim Walls攻击的一点 或者J.D. Vance 要说明的一点 其实我觉得可以说明得到的 不过要他说明 别人会认为他 那J.D. Vance 也会认为Tim Walls 喂 你自己在中国 招揽办学 然后招揽在美国学生暑期的地方 中国建策 然后你赚一大堆钱 又在中国十几年时间 包括你在佛山第一高中 第一中学 教到美国历史和英文 那你和中国的党政军 如果没有关系 鬼打都不信 你一个龟佬 一个爱国人 别说龟佬 也说歧视这些左家 其实叫龟佬 你去到中国 你可以在那个地方 立足十几年那么久 在佛山第一中学教书 还要说 我是悼念六四 我们以为这个是Honeymoon Honeymoon on the六四 真是很有趣 不是有趣 是欲骂当有趣 如果这样的搞法的话 请问 你和中国关系是什么 共和党籍的议员 尤其是House Speaker 这个众议院的议长 这个Mike Johnson 已经说 开了个调查 委员会在众议院调查 这个人的中国的背景 那么JDVS可能这个更加热 哇 你们民主党的Harris Vols 究竟的中国政策是什么 我是上帖 听你的拍 你究竟要热 他那些所谓的中国背景 你当然可以调查 但我希望在辩论里面 大家澄清 双方的China policy是什么 俄乎战争 大家讲过 大家知道了 信者行不信 不信者行不信 但是中国政策 我真的讲到尾 整个laundry list Trump和JDVS很清楚 中国是最大威胁 取消中国最为国待遇 60%关税 中国汽车如果转口这个 由墨西哥生产国 100%关税 中国如果 用人民币结算的话 100%关税 而且中国本身就是全美国最大的威胁 这个就是Trump的policy 你可以同意 可以不同意 但他写出来 一点点 一个图片写出来 我问你Harris 他的中国policy是什么 原用拜登 他没有讲过 I'm not Biden Let's turn the new page Ok 哈哈哈哈 这个就是他的讲法 有什么讲法 有什么讲法 China policy是什么 请说明这种东西 你说延续China policy Which part 你经常说中国的关税 会重创美国的消费者 你是不是要取消关税 先看看科技战 金融战 你会怎么看 Ok 俄会战争 你说不结束 那你怎么处理 跟习近平的关系 这个要说清楚 说明白 我希望JD Vance 能追问Walks的这一点 让他说明白 我顶不住Walks的一个 还比Harris这么差的戏指 他的老婆才得人害怕 下飞机两个人 没有人在这里 如日无人之间 不停在这里 好像对空气 在那里揮手 整个很exciting的样子 超级亢奋 吃了超级兴奋 和大家不知道揮什么手 后面没有什么人 就这样对空气揮手 然后镜头就拍了他 下飞机的画面 喂 It's too over 这个是非常离谱的 先不要说他这些假人假意的东西 但是美国人喜欢选这些人 有什么办法呢 当众议院要表决 究竟是不是要deport 一些非法入境者中的性侵者 就是sex offenses 就是那帮性侵害的家害人 要deport他们 竟然民主党联手去封杀这个议案 整件事是荒谬绝伦 荒谬到骨骑 骨骑 就是我会觉得民主党今时今日 连基本的东西都不去处理 是不是 那你不deport他们 你是不是起诉他们先 如果你起诉他们 你怎么用美国各州的垃圾人的钱 去养一帮sex offenses 这帮人deport他们 没有眼屎干净嘛 这些就是come from prisons mental institutions 这些offenses 应该要全部offenders 全部要将他deport 这样才是对的 不过你说 21亿万人 2100万人 是不是立即将deport 搞一个一个收容遣散中心呢 那Trump的人不会这么做 他也透过JD Vance都说过 他和JD Vance都分别说过 先做一些 有犯罪记录那些 譬如说那些毒犯 走私 诈骗党 甚至没有是那些 杀过人 强奸过人的 这些犯罪的人 要是收鸡 要是跌破 这些都要先清除 然后逐步将一些 非法入境的人 他们没有美国国籍的人 先去处理 有一些我讲过 就是有美国 没有美国国籍的父母 生的子女 他们因为出生地在美国 按照美国国籍法 出生地就是有国籍 所以变成了他们有国籍 那这些怎么办呢 我想可能划一条线 以前的东西 不会retroactive 使他们由有国籍 变成没有国籍 但是一条线之后 使到新来的那些人 不会再因为这样而有国籍 这个可以discourage 很多一些非法入境的父母 牺牲自己 而能够成全下一代 在美国变成dreamers 那这件事的话 就不希望那么多的非法入境者 能够进来 如果要认为 de need to come in leg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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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合法了 如果你要引进人才的 引进廉价劳工的 好像台湾要引进印度 缅甸 印度 曼加拉 印尼的劳工 都要有法律根据 你要符合一堆的法律基础 然后才可以引进你的劳工 同样道理 美国要引进低级 就是低薪劳工 just do it legally you need to through a due process 要正当法律程序 去处理这件事 这个是基本的原则 希望大家都明白 好了 今天JD Vance 和Tim Moss 这个辩论 精彩可期 十月一号 就是礼拜二 美东时间 就会在CBS News 那里 就是你上网 在YouTube 可以看到这个辩论 Tim Moss 就说共和党人是weird but they cannot say anything more than weird 你说他很怪 就是诡异 weird 那什么叫weird呢 接着JD Vance就说 这个Harris 在immigration的policy 简直是垃圾 那我等一下都会说到 Trump都批评这个 这个Harris的policy 但是你说身为一个 副总统 究竟美国宪法上 没有什么地位呢 第一 他同时是兼任参议院 Senate的议长的 即是House Speaker 不会是由副总统兼任 是会由多数党的领袖去做 譬如说 现在House Speaker 因为House是共和党主导嘛 现在是 Mike Johnson是议长 是Speaker 代替了以前 Nancy Pelosi的位置 那么在参议院 以前一度是由共和党占优势的 McConnell 那么他就变成议长 但是他那个是多数党主席 不是议长 真正的议长 就叫做副总统 副总统是当然兼任参议院的议长 那么什么的意思呢 就当投票变成一个deadlock 僵局 即是49-49 48-48 甚至50-50 的时候呢 副总统就是casting vote 就会有一个关键一票 那么在整个拜登 哈利斯的任务 哈利斯行使过几多次的casting vote的权利 33次 33次行使关键一票的权利 所以副总统最重要的功能就是 其实就是 在参议院有僵局的时候 做一个关键的一票 因为相当重要的 OK 尤其是在两党咬得很紧的时候 就会有这样的情况 比如说大家都估计今次的参议院 我都讲过了 51共和党49民主党 好了 如果有一个变节 或者共和党的走在民主党 50-50 那变成了副总统的人 是哪个党派 就决定了参议院的命运 OK 不要说莫为言之不语 这个是相当重要的关键的议席 第二个就是 以前大家说过彭斯为何要 endorse或者 certify 和一般的讲法有些距离 我认为我不会怪彭斯很多的 彭斯就是follow the rules 因为他是一个象征性的角色 而没有实际上的否决权力 那你如果要行使实际上的否决权力 你一定要有根据 而不是说我不喜欢 certify 所以他的地方就行礼如意的 certify了拜登 你可以怪他的 但我只是说他只是follow constitution 他基本上立国的精神 彭斯是不是特朗普的叛徒呢 不是 但是彭斯是不是特朗普的followers呢 或者他有一些想法跟特朗普 渐行渐远呢 是 OK 所以两个要分开的 那变成他不是一个特朗普的坚实的支持者 他在这件事上面有矛盾 但是这个矛盾不是本质性的 不是在价值观念上有非常大的地方 反而如果你要去质疑的 有很多就是布殊的 或者是一些共和党的建制派的 他们才是跟特朗普的思想有根本的分别 希望大家有这样的见解 就不要跟着一些某些的想法来去处理这个问题 那么我自己的看法是怎样呢 最重要的第三件事呢 就是做副总统是一个备位元首 那么曾经美国历史上出现过 九个副总统由副 在总统的任内转正 由副总统变成正总统 其中一个最出名是1974年 那么尼克逊在水门事件之后落台 那么由当时的副总统呢 福特 那么Jerard Fogg呢 转正由副转正变成这个总统 所以福特是未经 真正的美国大选 去选为总统的 OK 福特之后呢就卡特 卡特更加弱鸡到爆啦 卡特就即是靠选举去赢的 卡特的无能使得呢 美国民心思辨就变了列根在位啦 列根之后光辉摧残的八年时间 大家知道美国国力是大幅提升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如果总统是因为被开除 或者被罢免 就是impeach或者他自己被这个去职 remove from the office 或者说他死亡 或者是他呢 是自己辞职就像尼克顺那样自己辞出辞职 那副总统就会继位的啦 这个1967年的美国宪法第25修正案 the 25th amendment是规定得很清楚的 那么在这个25th amendment也说到了 副总统计位成为总统之后呢 他可以提名这个 他的副总统 因为成为政总统嘛 提名副总统的人选 然后得到国会congress的同意之后呢 就可以由副总统可以就任的 就不需要重新选举 所以大家知道美国选举不是说呢 你没有了个总统就重新选举 不是 由副总统计位 你impeach那个总统最重要是副总统计任的 这一点是维持了一个所谓的 那个同一政党在四年里面执政的稳定性 你impeach这个人是他贪腐无能 或者他其他地方 可以 但是副总统是因为 以前的民意授权 这四年这个mandate就给回政党的 OK 这一点的话可以避免很多的增压 虽然不是一个理想的情况 但是呢 是一种避免争拗的一种好方法 是美国立国的先言呢 所创造的一个制度 那么这一点呢 我们知道很清楚 另一方面呢 就是 Harris又开始大野了 上次这个 总统辩论会的时候呢 大粒双珠 两粒珍珠的耳环 搞到是不是有一粒呢 是有一个洩天气呢 我不搞一些conspiracy theory了 但是这次呢 就是六万二千元美金价值的 Tiffany & Co 尤其是Tiffany的颈链 这条颈链呢 叫Bolt Graduated Link Necklace 那这条颈链呢 他大气室去哪里呢 去访问边境嘛 三年多做了副总统了 成为边境沙皇 拜登交代他 三个中美洲国家 进来美国那个migration problem 你去做研究 你要找出解决方法 OK 当然你不是中研院啦 研究人士 你是副总统 你去处理问题 solve the problem 对不对 那当然 越演越烈啦 为什么呢 2021年 美国率先说 拜登率先说 美国要成为一个难民喜欢的收容所 你一讲这句话之后 整帮难民冲进来你的地方 我要庇护庇护 来来来来 来者不拒 你来这个地方 在美国等 在美国等就可以了 等多久呢 慢慢等 黑工你自己想 我不会跟你说 这样的情况 今天整个人冲进来 21个million 2100万 经过拜登的号召 要成为asylum center of the world 结果这么多人进来 好了 去到去年12月 才禁停了一些 它怎么禁停呢 你就是说 你要申请asylum 才要拿个cppone app 预约 或者特定的点 你去那个地方申请 未经特定的点 里面申请 你进去才申请 非法入境之后 再申请政治庇护 全部显反 全部显反 都要等的 这些事情都不是 即刻做的 还有你走了之后 五年里面 都不能进来 五年里面 不需要进来 应该永远不进回来 对不对 五年不进回来 那我便 简单 这帮这样的狗财 那便 改姓换名 或者弄少少融 有酥变无酥 光头变直发 那便又进回来 这些情况 大部分都有 中国一大堆人 在搞这些垃圾 OK 接着你又 这么弱鸡的政策 出事 接着你欢迎 Harris就说 只要这帮人进来 父母你illegal 那你没有国民身份 按照美国宪法 生个子女 你只要美国出生 你只要有国民身份 Dreamers American You share the same culture OK 欢迎你 美国欢迎你 今天整个 你这样说法 今天他都这么说 整班那些中美洲的 南美洲的人 I want to be dreamers 当然不会这么说 我冲进来先 接着在那儿 搞事 接着 立即beat the toy出来 那你那些 子女在那儿出生 立即 Dreamers 美国这样不得点 真的 Trump的政策 第一 Wait in Mexico OK 你可以申请 因为你要政治庇护 你要asylum 你密密西国申请 等批准 你一这样说 很多人都不敢来 你等多久 慢慢等 五年 十年 一万年 慢慢等 可能慢慢才通知你 没有期限的 OK 第二件事 Title 42 不可以公共卫生为理由 例如COVID-19 被疫症来到这个地方 现在一样有 Title 42 就能够取消了这种 这样的理由 来申请庇护 这个才是黄岛 你去过Douglas Arizona 一万七千人的差 带着一条颈链 哇 整六万二千元 园夫 你以为自己很有钱 使得很多人在这个地方做文章 但重点的地方在哪里呢 Arizona Arizona 他现在的情况 就是说 你讲的东西 就是说 特定地点 这样做法 是否等于说 你解决到这个问题呢 当时是因为 你真的要预约 先预约 你才能进去 才舒缓了部分问题 但是真正的疑问问题 没有解决的 你要解决的 谷底抽身之计 Trump 刚刚 我引述Trump的东西 已经说了 说了给大家听 OK 这一点才是重点 而且 Nevada的选民 因为 他当政的人 就是当时的议会 和州长 是比较左傾 他比2020年 更加收了选举法例 这个注意 Nevada州 已经开始了 已经 不是 开始了 开始了游记投票 South Dakota Virginia 等等的州份 OK 但是没有包括 Nevada 但Nevada 今届 它是 选民 是自动 邮寄 投票 即每一个人 在Nevada都会收到 那张选票 是邮寄 回去的 除非你opt out 否则 每一个选民都会 在家里收到 那张邮寄 都会被选票 但这就是问题 这就是问题 这就是很糟 我为什么会觉得 美国很痛心疾首就是这些 你知道你每一个 寄的地方 就是那个选民住的地方吗 喂 你邮寄选票给 我桑普 我几头住家 那我怎么计呢 这个地方 我整个幽灵的住所 在这个地方 你几张给我 我会投一票 是吗 我这周投完票 我会在第二周 投到一票 可能会这样的 周就是state 一国家 你想想我 我真的这么搞 不得了 邮寄选票 会不会记立一些 全部哈里斯的选举中心 设置很多的住址 接着收了这些选票去做呢 你说 严格上来说 有法律可以去避免 那些阻交 我同意你们说这点 不人老正贵老名 什么是贼 什么是作弊 邮寄选票 就是作弊的温床 否则台湾一直已经实施这件事 为什么不是same day voting paper ballot photo ID proof of identity citizenship 为什么不做这些呢 所以我说这个就是很严重的问题 所以我都为Nevada的选情 是很有心 以前不会说default rule 就是基本上第一个规则就是 你要去paper ballot 不是 现在的default rule就是 邮寄选票给你 你可以用这个来填 如果你不能填 你可以在11月5日当场去投票 可以 这样的情况会导致很多作弊的风险 如果左交都批评说 这个是美国的传统来的 怎么传统 都说今届才有什么传统 还在乱说 而这件事的话 小孩子都知道了 极易作弊 是吧 是吧 你想作弊的话 是多么容易 一件事 所以我说 这个是我很忧心的一个问题 那大家知道就是 这个Harris 这个Harris 就会在这个 礼拜 这个 这个 现在礼拜一 他已经是 应该回到 D.C.了 因为礼拜二 就是选举 今天Harris 没有公开活动 礼拜三 继续和 Rose 一起去Pansylvania 中部竞选 10月10日 大家知道 这个有个 特朗普在LV 有个 Town Hall 是for hispanic voters 基本上 Harris 很懂得 执手 即是说 特朗普去到个地方 例如LV 有他的Expo World Market Center 那个地方做 选举造势 做完之后 Harris 又在同一个地方 选举造势 我就不知道 是否订场 很难订 但我知道LV 极多地方 可以做选举造势的地方 如果你去LV 即是Las Vegas 极多个地方 可以做这个 选举造势的地方 为什么你要订出 都是特朗普 刚刚去完造势的地方 而你永远都是 执别人耳攤的 OK 人家去完那个地方 你又去那个地方 哎 真是 这件事挺有趣的地方 人家说No Tax on Tips 人家说No Tax on Tips 当然 你说当地的一些 就是一些 餐饮业的协会 亦都是工会 工会 是支持Harris 因为他说 特朗普在No Tax on Tips 之余 没有说到一个 subminimum wage 即什么subminimum wage 即是餐厅打工 那些事仔 我去过Las Vegas 事仔 就是很靠这份Tips 其实不只是Las Vegas 全美国都是这样 就是说 基本的工资很低 之后 就靠这个Tips 十几百分之 十五二十百分之 基本上是 你打赚他 他赚钱 所以他招呼很好 那么他的人工 基本上是靠这个Tips 无论是特朗普和Harris 都答应了No Tax on Tips 对于这班工人来说 是相当好的 Harris还答应多些 就是说 你对于你的基本工资 就是老板 给你那些微博的薪酬 要增加 所以整班 餐饮业者 这些从业员 就是大家公会 支持Harris 说真的 这些是钱的问题 那么我会认为 这一样东西 你增加10minimum wage 是什么转价 给谁呢 就是转价给消费者 就是Inflation OK 你要增加他基本工资 还要觉得 永远每一个人 都嫌他人工低的 各位 你正在打工的 哪里你会嫌你自己人工高 才可以的 那你公研工 你跟老板说 不要跟我说 那你当然 你跟老板说 你嫌你人工低的 跟全世界说 我没什么钱的 就是这样说的 就是这样说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subminimum wage 就觉得 这个是Harris 有帮他 这些就是 买票 而你讲的 Inflation 那你就当什么 一回事呢 是吧 而他也答应了 对于 钢铁的制造业 给税务的优惠 以及对建筑业里面 比联邦去可制度更加 晴明清澈更加好 这个就是 Harris的说法 但我都说 中国政策是什么 我看到今天都看不到出来 这个就是我常要质疑的一点 是吧 那大家知道 美国也都 他宣布的 2024年 美国作战海军 这个自主计划 那就宣布 Project 33 这个不是Project 2025 Project 33 第三号计划 是利用人工智能 无人系统 增加美军的后勤和人力资源 达到西太平洋 维持军力的优势的目标 那这个对于保护台湾 是更加有力 一军手 而制定海军的第三十三号计划 这些是完全打中 中共解放军的软力的 是非常重要的一些重点 当然在这些环节里面 有很多我看到美团社 不断一篇篇的报道 不断说到Trump是一个白痴 邪恶的恶魔 所以很多香港的一些评论人 看完美团发生 路透觉得 三大新闻社都说Trump是坏蛋 所以Trump就是坏蛋 他不会觉得 我有任何公信力 Trump或者Vance有任何公信力 他觉得美团发生路透很有公信力 就是你觉得新华社 这个人民日报 和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最有公信力 那是你自己的选择 那你有没有搞错 把路透美联和这个发生社 比喻为中共党媒 其实他等于是华尔齋街 集团所操控的东西 那你是乱说的 你是什么证据 证据就是说 他们一面倒的千篇一律的 说一大堆的东西 就觉得Trump是一个坏人 所以有时我看一些新闻 我有时看英文的新闻 无可避免我要看到 这三大新闻社 只要有两间认证就去的了 但去到近十几二十年 这种规则慢慢已经淡薄的 而最低会发觉到 各人有各人的 code up自己的新闻方式 社交媒体又兴起 那所以真相的地方 越来越混乱 尤其是这三大新闻社 的堕落 完全变成左交基地 那变成了相当难堪 那最近你看到了 Trump就在 在宾夕凡尼亚州的Erie Lake Erie 就是Pansylvania的Erie 里面去举办一个 Event 基本上有说到 一个下面的说话 我完全英文读给大家听 我觉得是完全对的 但接着呢 整篇的报道就说 你看 Trump是给了一个Dark Speech 是一个黑暗的演说 是一个抹黑的演说 他一段时间是这样说的 Crooked Joe Biden became mentally impaired 这个对吧 喂 拜登是叫什么 废灯了 精神上残废 你看看他在 quad 说些什么 看他最近日日在beach 说些什么 根本已经去到 心神仿佛的情况 我不可以说他完全痴呆 但肯定不适合再做总统 Crooked Joe Biden Became mentally impaired said But lying Karmala Harris Honestly I believe She was born that way 这叫born that way 就是mentally impaired There's something wrong with Karmala And I just don't know what it is But there is definitely something missing And you know what Everybody knows it 就是整班人的故障 即是说 Crooked Joe Biden 是精神上有问题的 不健全的 而Lying 即是说 讲大话的 卡马拉同志 哈里斯 说实在 我也相信他一生出来就是这样的 OK Mentally impaired 这个讲实是spiritually impaired 即是他不是说 这个人是瘋的 他的意思就是什么呢 这个人的价值观 观念是有问题的 这个就是something wrong with Carmela 我不知道什么 但一定有些东西是missing的 他missing什么 真的不知道 哈哈哈哈 而全世界都知道他missing一些东西 所以他讲话很缺乏 而且不是他这个技能的问题 而是他spirit方面 Trump都说了 我原先想着 喂 这个连 Bernie Sanders 这个很左派的人 都是讲socialism America will never be a socialist country 这个以前45任总统Trump 的时候讲的 今天Bernie Sanders 面与死灰 AOC那帮人面与死灰 永远不会成为社会主义国家 因为他们是promote社会主义 简称社会民主主义 而这个 这个是叫做 Karmela Harris 更加左 更加左 比Bernie Sanders更左 他是极左派 是一个radical left lunatic 这个就是Trump 经常说的 好了 那这个 说的是Bernie Sanders 都没有他那么左 他说的是socialist 但是Trump在这个 Pensilvania的演讲话 喂 现在Karmela Harris更厉害 变成communist communism 即使連socialism都不要更厉害 他不是socialist 他是communist 挑过了社会主义阶段 直奔 直奔去共产主义 快步跑入共产主义 比你这个毛泽东 是吧 现在他在做这件事 25,000元给你 可以去做什么呢 25,000元给你 就是首扣族 每个人拿钱买楼 一辈子 一辈子套在那里 除非你卖出去卖不出去 你死了 25,000元就亿你 我出事由你出街 以前这帮人又罵林郑月娥 罵侯友宜 现在这帮左交 怎会不罵这个Karmela Harris 同一样东西 为何你不罵 如果你要做 Why haven't you done this in this three and a half years 你说这么多东西 为何你现在才做呢 整个民建公联会 整个国民党 为何你还没有做这三十五年 这个已经是最大的问题 你说到社会有很多需要改革 要opportunity economy 要机会经济 为何你还没有做这三十五年 如果你之前不做 我怎样相信你之后会做呢 以你掌权的 拜登是你辅助的人 而你辅助期间 你没有说过你现在的政綱 而这些政綱 很多是抄议成的东西 觉得自己多好 那你改革些什么呢 opportunity economy 这些全部都是 说到尾 你是反Trump 你不是说自己有多好 而是说别人有多坏 打这个污策战 就觉得抹黑Trump 你就会赢 但各位 你一个radical left lunatic 你一个极左派的狂徒 这班人是不应该成为美国总统的 美国不应该走向社会主义 或者共产主义 而这件事就是最大的忧心的地方 那当然了 Trump正在做的这件事 大家知道就是 他讲的这本书 或者Binni Zek 曲一句放大 但是Trump讲过很多其他的东西 我希望大家给时间 去听他每一日 我觉得每一日 他在美国某一个 不出名的地方 会做一个演讲 就是等于他用地图 Cloid的点 做一个演讲 那么他呢 他很多支持者 带着这顿帽 我已经成了带 现在最后带给大家看 这个画 叫做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我有一顶叫做 Make Hong Kong Great Again 那希望大家都 就是到时候大家 会看一下这顶帽 一样 那旁边 有美国国旗 相当好 所以我会觉得 这些这样的 我觉得 和戴着这顿帽 就是精神百倍 很开心 那希望呢 就是大家都 明白到 选举快来了 很多的 纷纷摇摇 要陆续 来到的 那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 决心呢 去捍卫 我们应该有的价值 那当然 最近有很多新闻的 我都跳过 例如 王毅和布林肯的 例如 明天或后天 有时间 我再说 王毅和布林肯的 会面 说些什么 的事情 还有他和整个 台湾二七五八号 决议的关系 因为这件事 不会呼噪 佛味的 是挺有趣的 或者我可能抽离 和杰斯说 这个是很重要的话题 是需要专门去研究 以及 取得一些 深入的 一些动建 是重要的 而同时 我们看到 整个 这个 Harris 还有一个很厉害 他走进去 Trump的Trump Social 那里 下广告 什么意思呢 Trump Social 是Trump用开的 因为Facebook 就是不断降流量 虽然开给他 但是基本上 你都知道 很多东西会 蛛丝马迹 很多麻烦 那么他在Trump Social 基本上是他大本营 怎么知道 你可以看回的 Harris 下了个三十秒钟的广告 下厂门 扔钱给Trump Social 就说 勝利者 是不会避开 嫌弃任何的战役的 只有失败者 充满了酬处 犹豫 他们不敢去面对战争 不敢去面对辩论 Trump 请跟我辩论 请跟我face to face 面对面 再变一次 有什么骂我说话 当着我面对我说 这个就是那三十秒钟 他要说的讯息 Trump就说 只有失败的人 正在输的人 才要重赛 赢的人 为什么要重赛 然后Harris说 不是 赢的人 赢的人 不介意 去重赛的 因为几多次都会赢的 好运的人 德民网的人 我变一次 两次三次四次都会赢的 我要赢多你几次 输的人 充满愁 充满猪疚 充满猶疑 不敢再辩论下去 于是乎 Harris就认为 嗯 这个呢 是一个 嗯 这个选举呢 基本上是我敢辩 你敢不敢啊 就是这样的东西 我会觉得 两个都有它的logical reason 我真是很败 我不会偏袒任何方面 两个都有它的logical reason 你可以这样拗也可以 就是 以前中学辩论比赛 你可以这样拗也可以 这样拗也可以 为什么 因为双方某程度上 都是咬得很紧 叮当码头 是不是 在现在的辩论先 这些民意调查显示 他们基本上都是 无分牵制 都是叮当码头 所以大家都希望有机会 打到对方 OK 我会认为呢 这个Harris的一种所谓的说法 to be honest 我会觉得 一个人 要再辩论 是因为 怎样说 要是有些事情 骂不够 你要骂多些 但说真的 你要骂的话 那你就在你的造势大会 骂爆了 在你的专访 骂爆了 我觉得Trump 是努力过Harris 很多倍 Harris很多地方 都会有休息时间 特朗普基本上 肯定他做的所有的专访 所有的Ready's 多过 远远超过 这个 Kamela Harris 他是想重演2016年 如何击败Hillary Clinton 就是我努力 你不努力 早起的从而 有东西吃 你没有 OK 另外 Kamela Harris 他整个战略来说 你要发觉到 他没有Trump那么努力 这个是刺激人 第二件事就是 Kamela Harris得不到 这么高的民望支持 同时 很多的造势大会 当然 两边的人 都是出席 但是论热情 论声势 论人数 Trump很厉害 他最近去了阿拉巴马 阿拉巴马州 他看到 哇 整个Football的球场 坐满了人 而Trump 他在电视网上出现 全部是万众飞腾 当然 那个州你不需要 因为一定是 红州来的 一定共和党投给他 但这种声势 是很强的 这种声势很强 那当然 当Harris 下广告 去Trump Social 他就这样 潤的时候 当然Harris 有任何权利 这样做 因为Trump Social 不会像Facebook 这样审查言论 他会让你下广告 那你就做 但 这件事 是使人家去笑 还是使人家支持 大家都明白 那你说 两人之间 现在会不会 因为Harris的激将法 会使到 有个辩论会再开呢 我再说多次 Trump 根本上 是不想有CNN 在十月下旬 这个这么迟的日子 办一场辩论 他从来没有说 我不要任何辩论 NNN 他没有说过这个 他只是说 Too late 那个时间已经很多人投票 而且我会告诉大家 现在有三个州已经投票 将来会有十月中之后 十月中之后 基本上所有州 基本上所有州 都开始做提前投票了 那你十月下旬才做 是否太迟呢 要做的 就早点做 起码十月中 大部分的州 未提前投票的时候 请去那个时候 去做这个辩论 现在辩论 Trump 已经给了很多 个Date 出来 给什么 Fox News Fox News答应 Trump答应 是Carmela整个团队不答应 那我觉得很公平 以前在左派做了两次 拜登CNN 接着Harris在ABC 那为什么不是一个中间偏右的媒体 就是一人一次主场 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这个就是左派不说的 而他不说的就是这个派 所以Trump没有认识到 所有辩论的可能性 是你急着要辩论 因为我不急着辩论 Trump的计谋是什么呢 看回10月1日 J.D. Vance和Tim Morse的辩论结果 大家有看法 再决定究竟要不要组织辩论 其实说真的 如果J.D. Vance很精彩 赢到Tim Morse的话 不需要 如果Tim Morse有什么 觉得是占优势 J.D. Vance占下风 这样的情况 可能Trump才要再出马 当然了 到时Harris要没有出马 又是另一件事 所以我都是 我比较Bi Trum那套 就是当你在弱势的地方 才要不断在那 你不跟我打 你打你一定输 你跟我打 通常你看周星辞的戏 都是这样说 你输的人 你才要挑战 要再重赛 对不对 你赢的人 赢的人 为什么需要跟你对立呢 一次过刮你几巴 就已经刮好了 而很多的情况都看到 无论大家认为 Harris有没有赢得 的辩论也好 Harris的文莫 没有显著增加 都是误差范围 七大摇摆州 基本上有几个州 都是 就算左派的民意调查 New York Times 都显示 Arizona Georgia 和North Carolina 都是被特朗普的 Pennsylvania 就是大家是叮当码头 所以现在特朗普 在Pennsylvania Erie做这个 这样的造势 而且之后 继续强攻 Pennsylvania 是正确的手法 哪得奔州 就是得天下 得到奔直凡尼亚州 就是得到天下 我想这一件事是 得美国 这是基本上的战略 OK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 这个美国选举 今集也讲很长 不经不讲很长 那我们明天再讲 其他的议题